没有啦 我们是当然不希望有众人啦 对不对 他这一次不是新闻特别有说吗 只要你在露营的时候 接受了这个CPR的检测之后 你如果是阳性的话 马上就解招 对啊 那会不会有些人为了那个14天或15天 然后就做出了不当的行为 我是觉得有可能 对啊 因为你想一想 外界都把这一次的教育着急训练 那种十几天的 把他说得很可怕的样子 那如果真的有一个诞书 或是有一个配套 可以让他们不用去 或许搞不好他们有可能 对啊 对我觉得还是 其实我觉得 国防部不用把这个资讯公布 你就真的当天有这样的状况 你就静悄悄的把那一个人解招就好了 你不要再这个发新稿出去 对啊 对啊 你当然是要说明表明你的立场 但是有没有可能 因为你这个处置作为 然后就造成很多人会这样 因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说 你在教育召集 晚上集合部队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问说 有没有人想去医务所 那废话 我跟你讲 明天行军两小时 觉得很多人说 我要去医务所 开免计课 不是免计课 开全修或半修 对不对 那你就都不要讲 你都 有人真的脚很痛 他来跟你反应说 我脚很痛 可不可以去医务所 你再让他去 再把干部带他去 你不要突然在中山市 这150个人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医务所 我跟你讲 一堆人举手 为什么 因为明天 明天早上前两节 就是战术行军 他们绝对不想走 他不想走 他就说 我要去医务所 为什么 去开全修单 要去开全修单 我问你 你那里医生 你单位里面的军医官 他没有什么检测的仪器 他只要跟你讲 我膝盖很痛 真的没有办法走了 医官拜托一下 给我一张全修单吧 你说那个医官 会不会给你全修单 好 就算他没有给你全修单 他没有办法检测你的骨头怎么样 他会不会给你开转诊单 那转诊单一样啊 我明天一样八点 要去等这个游览车出去转诊 一样的道理 他也是没有上到那两小时战术行军 所以 这个 不要去问人家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医务所 都不要问 你等 有人跟你反应 包办长 我可以去医务所吗 我膝盖很痛 那种的叫干部 一个一个带他去 你千万不要直接跟全联150个人说 有没有人想去医务所 明天要行军哦 我跟你讲 大概搞不好三分之一会举手 也不一定啊 所以这个 我是觉得国防部应该不要这么早发新误导 对啊 你就真的有状况 你在私底下做处置就好 你也不会引起恐慌嘛 你就直接 他确诊了 就直接到事故处理组 对不对 因为在 这个报道说明处之前 有一站就是专门检测的CPR 这个 检测这个 那个叫什么 检测那个是否得到COVID-19的吧 对不对 那你你就在那一站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 你就直接把他带去事故处理组 然后直接在那里办理解招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说 直接发新误导 说跟大家公诸于是说 可以啦可以啦 你就是只要得到 我们就马上解招 我是觉得 如果是我不会下这个决定的 不会 不会直接 直接跟大家讲说 有这一项措施 CPR 对啊 PCR PCR PCR检测嘛 对啊 所以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公布 但是我会在这个事故处理组的时候 好好做这一项工作 只要检测到了 就直接把他 直接把他办理解招 直接把他办理解招 应该说直接把他办理解招 不是解招啦 因为解招是你有报到才算解招 但是报到说明处之前你还没报到哦 大家要知道报到说明处之前你还没有算报到哦 你要到这个报到核对组 报到核对组过了 就是他不是会拿着你的召集令跟你的身份证核对 看你是不是这个人 看你有没有叫你哥哥进来叫招 他确定核对了你这个人没有错的话 他才会在这个线上帮你按以报到 你才算报到哦 你只要还没到报到核对组之前的都算那一次不算哦 那不叫解招 我刚才新闻应该写错了 你应该是变退 你不算解招 你那一次不算哦 所以你一定要通过了报到核对组之前之后才算报到了 那你说这个这个报到说明组 报到说明组是在报到核对组之前哦 他先跟你说明各项法规才会让你开始报到嘛 所以报到核对组之前是报到说明处 报到说明处之前是PCR检定检验的那一个站 所以你如果在PCR那边检验出你有阳性反应的话 你就其实那应该叫厌退啦 那应该会叫厌退 那不叫那个面 那个不叫别招 那叫厌退